小米我們家要講什麼故事啊 以前的家庭原來是這樣 喔 以前的家庭原來是這樣 你有看過這本書的嗎 沒有 還沒看過 我只有翻過 妳自己翻過 但是媽咪也沒講給妳聽過對不對 這是趣味歷史翻翻書系列的第二集 我也和奶奶 看過嗎 然後我們都找到他們 喔 妳有找到裡面的那個主角是不是 沒有 我沒有找到 他 喔 妳沒有 對啊 就是他啊 這是小蒜子一貓嗎 妳每一頁都要找他對不對 這本叫做 Yesterday and Today 以前的家庭原來是這樣 他是 透過翻翻書 60張翻翻頁 然後 來帶妳穿越時光 去看以前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我們從 好啊 那妳準備好妳的那個 風具了沒有 我們要戴什麼 我們要戴神奇的雙頭望遠鏡喔 Yesterday and Today 我們的家庭 想像一下假如妳擁有一副 能看到過去的神奇雙頭望遠鏡 那就讓他帶妳去瞧瞧遠古時代 幾十年前或者一年前的事物吧 所以準備好妳的望遠鏡有沒有 好了嗎 好了 好了 好 那妳能想像七十年前的爺爺奶奶是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啊 好 我們翻過來看看 這是現在的爺爺和現在的奶奶 七十年前 衣服常常穿了一袋又一袋 這些漂亮的水手裝 很可能是奶奶的奶奶和爺爺的爺爺穿過的喔 那時孩子們要是把衣服弄髒了 就會被惡狠狠的教訓一頓 所以當時衣服是很珍貴的 如果隨便一弄髒的話 爸爸媽媽都會不開心 他們當時穿的是水手服 好可愛喔 好 再看 再用妳的雙筒望遠鏡看一下這個 這棵枝帆葉帽的蘋果樹剛剛種下時 妳覺得妳的爸爸是什麼模樣呢 是一個少年吧 是一個少年喔 欸他現在是一個壯年的男人 然後蘋果掉下來了 已經成熟了 當時呢 三十年前在這棵樹種下的時候呢 在花園裡種下這棵蘋果樹時 這位小小少年還在上學 如今小樹苗已經長成大蘋果樹了 昔日的少年也變成了妳的爸爸喔 就是這棵小樹 也變成我的爸爸 就是妳的爸爸啊 就是妳的爸爸啊 對阿 他當時在教花 他是一個小少年啦 你看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主要是鬍子變多了 女生是小少女 少女和少年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繼續看 我以前 我現在就是一個少少女 妳是一個小少女 對阿 幾年前 嗯 我等我長大 我就變成一個媽媽了 對阿 妳長大以後可以變成一個媽媽 如果你選擇要生小孩的話 我想要生 妳有沒有養過狗 沒有阿 沒有 假設妳有養狗 幾年前妳的狗兒還是幼犬的時候 是什麼模樣呢 來準備好妳的雙頭望遠近 看一下 嘿 這是三年前 妳的狗狗一出生 就得到了 她的媽媽 無為不至的照顧 狗媽媽給他保暖 為他吃奶 還替他清理毛髮 所以他當時這麼小隻 才三年的時間 就長這麼大了 狗狗長得很快的 好 那 妳還記得和爸爸 剛剛看過的那棟新房子 是什麼樣子嗎 不知道 這是房子已經蓋好的樣子 我們用雙頭望遠近來看看吧 嘿 喔 這是一年前 也就是去年的春天 人們開始修建這棟房子 如今已經有人住在裡面了 當時連那個地基都還沒有完全打好耶 正在打地基 然後才要開始蓋房子 所以這是一年前 花了一年才蓋好這棟房子 除了看一下過去和現在以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 他說 嗨 我是浣熊阿格尼斯 我最愛的桌民廠了 快來快來 你在頁面中能找到我嗎 說明要找一下這個阿格尼斯喔 跟我們一起去看看 人們現在和過去的家 是怎麼樣的呢 別忘了帶上那副望遠鏡喔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部分是住宅 好 你看看他在哪裡 好 我們先來找一下阿格尼斯 他在哪裡 阿格尼斯 你有找到他嗎 我應該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哈哈哈哈 在哪裡 在哪裡 這邊 這邊 拿對了 我們找到 那我們先看一下 Yesterday and Today的住宅 有些人住獨棟住宅 有些人住單間公寓或出租公寓 有些人住水上住宅 還有些人住在車子裡 這副神奇的雙頭望遠鏡 將帶你看看今天的住宅 與過去的有什麼不同 找找看阿格尼斯住在哪裡 我們剛剛找到他了 露營車 對啊 有露營車欸 那我們從這一塊開始看好了 一個一個看過去 第一個是 這是什麼 船屋 他們要游泳 船屋欸 好酷喔 可以在旁邊游泳啊 他們也有游泳 對啊 你有沒有住在水上過 沒有 還有美人魚欸 對 一百年前早期的船屋相當簡陋 今天的船屋則是浴室廁所 廚房臥室一應俱全 大部分船屋都建在城市碼頭 運河和人工湖的沿岸 所以當時的船屋這麼小一洞 現在多豪華啊 拜託 也有 對啊 這個嗎 這個算船屋嗎 它是固定不能動的 所以它不是一艘船喔 它架高起來才不會被水淹到 這個算是什麼 這算是 喔 這是 用黏 喔 這是當時 他們是為了要把它避免洪水沖走 所以才蓋成這種小屋 這叫島屋 如今的夏日別墅 雖然用現代建築材料修建而成 但也跟過去的小屋一樣 常常建在高高的柱子上 以免被洪水沖垮 所以這叫島屋 你看他們 都用這個柱子把它撐高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危險的啦 所以現在呢 比較少看到這樣子的房屋了 再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這就是你剛期待的阿 嘿 這就是 算是什麼 休旅車嗎 還是 還是旅行車 還是露營車 露營車 欸你講對了 沒錯 一百年前 如今住房車的人 跟過去的旅行者有一點像 只不過今天的我們 只在度假時住房車 而我們的祖先則是一直住在裡面 所以他們叫房車或是露營車 喔 以前的祖先都一直住在裡面耶 看曬衣服的時候就直接弄一塊 一個...一條繩子 然後在外面曬衣服 現在就高級多了 好方便 只有出房而已 嗯哼 那這棟大樓呢 翻開會是什麼樣子 兩百年前過去阿 人們並不是住在一棟棟的公寓裡 而是擠在一間間狹小的茅舍中 那時候每個家庭都有很多孩子 幾代人家生活在一起 一棟小房子裡大約要住十五到二十人 所以當時的樓都很小一棟 然後都最多兩三層樓 可是現在都蓋到十幾層樓 甚至上百層樓都有了 好 然後呢 這裡算是什麼 小...村莊 對不對 喔 這是一千年前的村莊耶 但是現在差好多喔 一千年前人們能夠渡河的潛灘 附近修建小村落 如今呢 這些地方雖然仍有村莊 但人們過河卻不再涉水而過 是走新修的橋 所以當時直接從河這樣走過去 現在都有搭橋了 看這就是當時的情況 這是現在的情況 好 再來看看這是算什麼 這看起來好像那個喔 Motel 旅館 旅社 沒錯 這是兩百年前 汽車旅館取代了昔日的小旅館 過去的小旅館 有替馬而準備的馬站 如今的汽車旅館 則有車庫和停車場 所以當時大家都是騎馬 現在大家都開車 大小差不多耶 也都是兩三層樓高 變化沒有太大 主要是交通工具的改變 哇 這是豪宅吧 還有游泳車 你會不會想住這種房子 好啊 好啊 那你要努力賺錢喔 哈哈 旁邊還有圓丁在修剪花木耶 他剪的大象好漂亮 哇 這是個十百千萬 三萬年前史前時期 一個乾燥寬敞燃著火的洞穴 就是一所豪宅 一個幾十人的部落住 昏往會住在一個大山洞裡 所以這是一個超級復古的豪宅 好多人住在一起喔 然後這是現代的豪宅 還可以游泳 多棒棒喔 我也想要一個這樣子的豪宅 你也想要一個這樣豪宅 那我要請爸爸努力賺錢 不然我買不起 這是什麼 這真的好棒 我要什麼東西他都買 他會努力賺錢給我們花 對啊 那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小狗住的房子 叫狗屋喔 一百年前正如你看見的那樣 對我們狗來說 事情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我們還是像往常一樣生活 所以狗屋基本上是沒什麼變的 人們給予狗狗的房子就是那樣 只是一樣 幾乎是一樣啊 大小還沒變啊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一個房子的庭院 Yesterday and Today庭院 你可以找到那隻 阿格尼斯在哪裡嗎 你來找一找 我來唸一下 如今大多數獨棟住宅都有庭院 我找到了 好厲害喔 真的 他在禮物裡 他在禮物裡 過去呢庭院幾乎用來摘種蔬菜和水果 而今天則 主要用來娛樂和休閒 快用你的雙頭望遠鏡 看看過去的庭院都是 我要看看這個 什麼樣的呢 我要看看這個 好我們已經找到阿格尼斯 我們先看一下大門 從這邊進去 他要送蛋糕耶 喔 當時的大門是這樣子 木頭的 蛋糕快抖下來 蛋糕好高喔 500年前自動遙控門 他這是自動遙控門耶 這不是喔 自動遙控門一定會讓 中世紀城堡的城主驚嘆不已 中世紀時期城堡守衛會 仔細盤查每一位過往的人 要是看誰不順眼啊 並將他趕走喔 所以這是士兵 走位 你看 然後如果要 蛋糕好 快抖下 撞到上面那個閘門 那當時閘門這樣放下來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的 電動門 好接下來你想看什麼 現在 我們看一下這個阿公他在幹嘛 他在割草 喔你要看游泳池 好我們看一下以前的 現在的游泳池以前是什麼樣 喔 200年前以前根本沒有乾淨清澈 帶過濾和加溫功能的公共游泳池喔 只有那些自家庭願富有泳池的人才能自在的游泳 所以那時候是池塘啊 髒髒的還有汙泥 現在很漂亮的游泳池 完全不同 好 好 那我選一個我選一個 這阿公在割草 現在呢 我等一下要看這個還有這個 好啊 180年前電動割草機出現以前 如果你想修剪草瓶 只能用鐮刀 我的媽呀 沒有其他的選擇 你知道用這個要割多久嗎 花很多時間 我的媽呀 對啊 怎麼那麼 這麼辛苦啊 對啊 那麼不方便 我也想要這個 還有這個 好我們先看一下噴水的這個水管 會 這些我都有 對好我會看 這個是澆花器啦 50年前過去如果你想澆澆庭院裡的花花草草 只能辛苦的提水喔 你看他拿一個提水澆水器 然後呢 今天呢你就可以利用自動噴水系統 咻 他就會澆好 衣服也被噴濕了 這就是不方便的地方 你走過去的時候要小心喔 好 好 那當時的這個水是從哪裡來 我們現在的水是 從自來水管裡面來的 以前呢 180年前 直到橡皮軟管和抽水機問世 人們才得意輕鬆的從井中抽水 不然以前都是要從井裡面木桶來打水 裡面居然住著青蛙王子 哈哈哈哈 他是這裡的那個欸 居民 呵呵 井裡面的居民 好 那你剛剛說要看這個溜滑梯 以前小 現在小朋友的溜滑梯以前是長什麼樣子呢 哇 115年前 從第一架滑梯上滑下來 絕對算得上是一場真正的冒險 第一架滑梯是用木頭做的 小朋友們常常比賽滑滑梯 看看誰的屁股上年的碎木屑最多 當時上面還有一些尖尖的刺會割到屁股喔 這其實有點像我們之前前幾天去那個大湖公園 不是有一個大人的那個遊樂器嗎 很多小朋友這樣從那個木板上這樣滑下來 就有點像 古時候的滑梯 哇這裡有人在開派對 還有氣球 是在慶生嗎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派對是怎麼樣 200年前過去庭院裡通常建有避暑良亭 大的可以把整個樂隊搬進去喔 哇 而如今的派對帳篷 將一位瘦小的DJ塞進去 就顯得太急了 當時是有整個的管弦樂團喔 然後大家很優雅在裡面吃下午茶 那現在呢 只要一個DJ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音樂 其他人就唱歌跳舞 他這個帳篷是臨時的可以拆除 對啊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呢 這是前門吧 有郵差來送包裹了 打開來看看以前是怎麼樣呢 喔 這是訪客 100年前過去呢 訪客靠拍打沉重的大門 呼喚主人 所以那時候都是用門環 今天呢 門環已經被電子門鈴取代了 不過有些房子為了美觀 依然裝有門環喔 你就可以搖這個門環這樣 動動動敲門 那現在就叮咚叮咚就好了 好 我們有沒有哪一個沒講到 好像這裡 喔 車庫還沒講到 車庫 現在的車庫 可以停摩托車 汽車 腳踏車 那以前呢 喔 150年前 你爸爸不可能買到一輛摩托車 因為當時根本沒有 人們騎什麼 騎馬 小馬和大馬 然後籃球 籃球架也變成是馬蹄鐵的裝飾了 所以這就是庭院的部分了 我們都講完了 再來下一關 我應該找到他了嗎 來找啊 喔 怎麼那麼快 好快就找到了 我們來到了Yesterday and Today的廚房 用神奇的雙瞳望遠鏡 看看過去的廚房是什麼樣子的呢 沒有煤氣和電的年代 做什麼事都比現在貝利 不能趕快去上嗎 不能啊 已經找到阿格尼斯 那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他不能快點去上 為什麼要憋尿 我也不知道 我們先來看看 從這邊開始看嗎 為什麼爺爺要憋尿啊 可能廁所有人吧 就快點去尿就好了 好 那你選一個吧 從哪裡開始看 這個嘛 縫紉機 喔 現在的縫紉機以前是什麼樣子呢 180年前 過去 女裁縫所有的工作 都靠一根普通的針 就是這個完成 所以呢 成品的好壞 依賴他們的記憶 縫紉機 讓縫紉變得更快更容易 如今即便笨手笨腳的人 也能縫住漂亮平直的線 他在燙衣服 他在燙衣服 你知道誰會用縫紉機嗎 那個 莫妮卡也很會用縫紉機 媽咪就不行啊 現在在 我還是笨啊 我沒有辦法縫出直線 這很難 還是需要一些技巧 你會燙衣服嗎 我會燙衣服 我們來看看燙衣服 你要燙衣服的技巧 喔 130年前 以前的老式熨斗都很重 使用時要放在火爐裡加熱 超燙的 或者是往熨斗裡 加入燒紅的木炭 有時木炭掉落出來 弄髒的衣服 就得再重新清洗 好悲慘喔 所以有時候把衣服越燙越髒 那現在就是用這種蒸氣運動 很方便 加一點點的水 它就會燙好衣服 哎呀 好 欸 弟弟的那個Cereal打翻了 他在哭耶 好慘喔 他應該是站著吃就打翻了 沒錯 阿媽媽好辛苦喔 一邊煮飯 還跑出小雞 一邊在照顧Baby Baby偷偷丟了好多辣椒 我們來看看以前的爐子長什麼樣子 哇 這很久耶 各十百千萬 三萬五千年前 今天的智慧型烤爐 既可烘焙也可燒烤 甚至還有自動清潔的功能 這些烤爐擁有同一個祖先 也就是架在火上需要用手慢慢翻轉的烤肉叉 就是這個啦 你要自己在那邊轉轉轉 不然會烤焦喔 真的會烤焦 而且要生火很麻煩 現在就方便多了 可以上面烤 上面煮湯 下面烤魚 多棒 就這樣子就 轉一下你想要的火量 溫度 對啊 好 所以這是煮飯的部分 那洗碗呢 現在有洗碗機 應該洗得亮晶晶 那以前呢 五十年前 要是知道洗碗機是由女性發明的 你一定不會驚訝 跟現在的媽媽和外婆一樣 那位發明者也很討厭 午餐和晚餐時 還要 晚餐以後還要花很長的時間洗碗 因為當時都是人力洗碗 用個菜瓜布刷刷刷 那我們還是活在五十年前耶 我跟爸爸還是喜歡用手洗碗 特別是 你的 因為你有很多過敏員 所以我們不敢用洗碗機丟進去 怕洗不乾淨 好 再來看這位 在喝牛奶的人 當時的牛奶是怎麼來的呢 八十年前 紙盒包裝的牛奶 可以保存數月 不變質 真的嗎 也許新鮮牛奶味道更好 但即便放入冰箱 也只能保存幾天 不久後 冰箱冷藏 人事保存牛奶瓶的方法 當時就是 Sounds 跟一些牛奶這樣擠出來 擠到那個品質要喝 對啊他還在..... 他還在憋鳥 啊現在都有這種可以 保存比較久的 消毒 趕快叫他去鳥鳥 趕快叫他去鳥鳥 那這是什麼 不然他就會尿在褲子上但 這什麼 真的!他就尿在 噗阿 你真的很擔心太多 這是什麼 這是...青鳥類 哦!! 這是80年前 冷凍肉出現以後啊 除非專門養著做寵物 現代廚房已經看不到活鵝 活鴨 活鴨 活鸡了 當時你都可以抓到活的鵝 活的鴨 活的鴨 活的鸡 然後幫牠們剃毛 然後再把牠們宰殺 牠真的是 牠不趕快去尿嗎 你還在擔心爺爺 沒有 我覺得牠不是想尿尿 我覺得牠是冷的發抖啦 你搞錯 牠的褲子破了一個洞麻麻正在幫牠修補 然後牠沒有穿褲子 很冷 你誤會牠了 你應該是想 想吃什麼 不是吧 然後再來看這裡 這是什麼 在磨咖啡豆嗎 好像是欸 70年前儘管很久以前 自動咖啡機就已經取代手動咖啡機 有些人卻依然喜歡親手研磨咖啡豆 因為老式的手動咖啡機既漂亮又優雅 你看 上面這樣子 轉轉轉轉轉 很像音樂盒的感覺 然後現在就是這樣子 撥到一個轉盤 轉到一個數字 然後牠就會自動咖咖咖咖咖把牠都磨好 所以那時候喝咖啡是一種很怎麼樣 悠閒的感覺 好 再來看看這裡 火 當時的火 以前的火是從哪裡來喔 蠟燭 火柴 哇 這很久以前欸 個十百千萬 五萬年前 你看那個人 原始人 你看牠穿的衣服 就是那個瘦皮 對不對 就破破爛爛爛 對呀 過去火石被火 火石取火被遠古人類視為神奇的事情 這種取火方式十分麻煩 要先將火熔墊在火碎石上 然後擊打火碎石 我要看這個 就這樣咖咖咖咖咖咖 然後就把它就會有火 我要看這個還有這個 好啊 我們都會一個一個看啊 好 就是當時有火 可以先看這個冰箱嗎 可以啊 我們打開冰箱看看 以前的冰箱長什麼樣子 現在冰箱裡面還住的企鵝欸 以前的冰箱呢 八十年前人們很早就懂得 怎麼樣保持室內溫暖 但冷藏食品卻要困難得多 很多年之後冰箱才會走入一般人們家中 因此呢 人們就只能 就盡利用深井 洞穴和地窖等處 來冷藏食品 所以可以挖一個地窖 然後下面比較涼快 通常地面下會比較涼快 東西比較不會壞 所以當時的冰箱長這樣 就鬼魂 對啊 好 再來這是什麼 好 除櫃 然後還有這個 腳打麵團的機器喔 喔 70年前 現代電器和食物攪拌機出現以前 揉捏 黏抹和切割食物 都得耗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工來玩 都只能用人來做 頭上有 有他的 那種稀 還有他的衣服上也都是 對啊 那個麵糊都弄到他頭上 因為他自己這樣嚼嚼嚼嚼嚼 很容易就噴的到處都是 現在就方便啦 只是用請機器來代勞就好了 寶貝幫我用 Wave Queen的時候也是這樣 用機器啊 對啊 好 這是廚房 接下來來到我的客廳 Yesterday and Today的客廳呢 這副雙頭望遠鏡會帶你去看看 你看他已經 有兩個胖啊 他就快 被擠死了 對耶 我們先看一下老式電視和老式電話 是什麼樣子的 人們以前用什麼播放音樂 地板上放著什麼物件 以及想將家人的肖像掛到牆上 需要做些什麼事呢 你看這個裙子好長喔 這不是裙子喔 這應該是圍巾喔 圍巾真的好長喔 對啊 還有一件事 順便猜猜 阿格尼詩在聽什麼音樂呢 你找到阿格尼詩了嗎 嘿 沒錯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 這邊開始嗎 這邊沒有格子啊 不能打開耶 嗯 對啊 這邊不能打開 只有上面這裡 我們從上面開始好不好 這外面有雪景 然後他坐在那個單獨的 他用的是那個電子書 這邊是以前的書 15年前放滿書籍 從地板高到天花板的書架 正逐漸被電子閱讀器取代 一台輕薄的平板電腦 就能裝下數百本書喔 人們再也不用仔細挑選 該帶哪本書去度假了 現在只需要一個小背包 就可以帶上整間圖書館的書了 所以現在只要一個電子閱讀器 以前是用很多很多的書 堆砌在書櫃裡面 媽咪還是喜歡書耶 我還是不喜歡電子閱讀器 我看了絕不舒服 我覺得電子閱讀器 等長大一點再用 我現在有水果奶奶的 那是用iPad來看水果奶奶 好 嗯 水果奶奶那個 那個 那個 乳音 喔 有乳音還有其他的 你講的那個是電板 那跟那個不一樣 電子閱讀器是像iPad一樣 你可以在裡面看書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以前的音響長怎麼樣 這是現在的音響 你看有大大的喇叭啊 對不對還有播放器 那以前的音響呢 120年前多虧有了留聲機 人們才無需將樂師請到家中 不能聽音樂 它這樣子 它有像個大喇叭一樣 然後在跳舞啊 對啊 它這樣這樣子 嗯哼 如今我們 更是只要打開CD機 或是MP3播放器就可以聽音樂了 現在更方便啊 現在機器也沒有這麼大 這個已經是比較復古了 現在的機器更小 用MP3就不需要這麼大的機器 我們家聽CD的時候 嗯哼 也是這樣子的小小的一台 好我們來看看以前的沙發 是什麼樣子的 他們在看球賽 好激動喔 60年前電視遙控器出現以前 懶惰的人只能拿起長長的掃帚按一下 來更換頻道 調節音量或開關電視 喔所以沙發其實是沒有改變 重要的是 改變的是遙控器 是掃帚 以前是沒有遙控器 就只能拿掃帚來轉台 那以前的電視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看 現在是平面電視 那以前是 以前是這種 像一個音箱一樣的電視 60年前 怎麼還用這樣子 對啊 用這個去按啊 不然你就要站起來 走到那邊去按 和現代易經電視相比 最早的電視看上去更像收音機 不僅螢幕小 每天接收節目的時間也很短 嗯有的 好像還沒有上面有天線才行 才可以看得到 對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些畫 以前會有這些畫或是照片嗎 有大部分都照片不是畫 你看這怎麼 這不是假的嗎 怎麼這個迷路頭在吃草啊 對啊 我不知道欸 我們來看看以前是怎麼樣子 喔 一百九十年前攝影出現以前 你要是想把爺爺的肖像掛在牆壁上 不僅需要請一位畫師 還得期望大家都能認出畫中的人 就是你爺爺 所以這是畫師畫的圖 他怎麼把爺爺的頭畫在狗身上 然後把狗的頭放在爺爺的身上 啊怎麼這樣 所以是畫師搞錯 啊現在都用照片了 哪 啊你 對啊 怎麼這麼好笑 然後這是 怎麼這麼好笑 這個姐姐在用手機吧 我在想 是不是手機 怎麼那麼搞笑 現在是用手機 而且還是智慧型手機 啊以前呢 一百四十年前第一台電話雖然看起來很像縫紉機 卻依然引起了轟動喔 和今天的手機不同 這台電話通過一條連接聽筒和話筒的電線來傳遞聲音 那個姐姐好漂亮喔 他很漂亮 他穿的衣服很華麗啊 我覺得 他重點是電話好笨重 好大一台喔 啊現在就很輕便 還可以照相 然後呢 這是 以前的地 這是現在的地毯 還有狗狗睡在上面 啊以前呢 喔 五百年前 厚實的泥土地灑上了湯湯水水 總能迅速吸乾 因此屋裡 總是有很多的塵埃和無垢 啊現在 當時都是 那個 直接是泥土地啊 現在就鋪上漂亮的地毯 然後 這是 這算是甚麼 明天小孩 踩在上面都 張兮兮 張兮兮的 你看他衣服都髒了 然後 這是那個 他的襪子也髒了 是不是 喔 不是他在講照明設備 他這個電燈 現在是用電燈 那兩百年前 通電以前 人們安裝吊燈 採用蠟燭照明 有時候滾燙的蠟油 會滴到人們的頭上 或滴到飯菜裡 不過屋子裡 永遠不會因為停電而陷入黑暗 你看那時候蠟油這樣滴滴滴 所以你頭上都會滴滿蠟油耶 然後你吃的菜上面也有蠟 好可憐喔 現在就方便多點 只要開燈就好了 但是如果停電的話 你就會變 黑漆漆會害怕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暖爐 現在有暖爐很方便啊 就烤一烤 身體馬上就暖活起來 以前沒有暖爐是用什麼呢 150年前暖氣機取代了壁爐火爐 和其他供暖方式 人們再也不需要先生好火 再慢慢等房間暖活起來 當時都還要去砍柴 然後再放到那個壁爐裡面去生火 那時候很辛苦 現在就不用了 好 所以講完客廳了 下一個地方是哪裡 欸這個地方 是浴室喔 你看他在敷面膜 他在敷面膜 Yesterday and Today的浴室 快用這副雙頭望眼鏡 看看我們的祖先 過去是怎麼刷牙洗澡 有哪些東西他們絕對不會放在浴室裡 他怎麼用媽媽的口紅 畫了一張媽媽的臉 對啊可以畫在玻璃上 欸阿格尼斯跑到哪裡去了 在上面 對在吊燈上面 好那我們從 他會不會被燙死 有可能喔 我們從洗衣機這裡來看 這是現代的洗衣機 轟韻機 120年前洗衣機 為家庭主婦們節約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喔 只能自己洗 對啊他們再也不用 沒完沒了的用洗衣盆和洗衣板 浸泡搓洗衣物了 熊熊也是這樣子 瑪莎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洗衣服喔 我告訴你好了 老實說我小時候 我還這樣子用洗衣板洗過衣服欸 所以 這個東西到近代都還有 不是每家每戶都要洗衣機啊 好 再來這是 你看 這怎麼有鱷魚欸 我也不知道欸 跑到那個廁所裡 這是女孩們很喜歡用的髮捲 還有那個止髮 燙髮器啊 110年前想要擁有一頭 美麗的捲髮 你得先用糖水浸泡頭髮 唉唷 那這樣不是甜甜的 再用燒熱的鐵鉗 木塊或直筒把頭髮捲曲 如今呢用燙髮器和離子夾 捲髮就容易的多了 也安全的多 當時好辛苦喔 而且頭髮的甜甜 會不會吸引很多螞蟻來 好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馬桶 哇 怎麼了啊 他怎麼了 好像他要偷馬桶 結果偷馬桶 弄到那個弟弟的頭上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馬桶 470年前 馬桶是人類最早的發明之一 這個中世紀的馬桶像其了一張王座 任何人坐上去都會覺得自己像個國王 當時的馬桶很大啦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像一個國王或是一個王子 對啊 就是坐馬桶的感覺會讓你覺得自己像國王 可是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國王 現在馬桶是輕便一點 而且還有一個水箱 沖水比較方便 當時應該是沒有水箱 然後要拿出去倒掉 所以那個室內都會有異味 他們就會放一些方箱的東西 我的小馬桶也是這樣子 對啊 也要把那個圈圈拿出來 然後再把那個盆子拿出來 去倒對不對 真的好辛苦 嗯沒錯 那個小馬桶 我現在都不用了 你長大了啊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晚上的時候 我要去叫你們 上來 然後 然後我要叫你們 然後我要 我要下去 下去 下面 然後叫你們 開廁所的燈 讓你上廁所 然後 然後我就可以 安心的上個廁所 不要那麼麻煩 就 就把那個圈圈拿起來 然後把那個 馬桶的那個小噴子拿起來 你講那個圈圈應該是坐墊啊 不能叫它圈圈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浴盆 就是淋浴的地方 以前是什麼樣子 一百六十年前 那時還沒有陶瓷或塑料浴盆 人們會在洗 席浴盆或木盆裡面洗澡 或者乾脆 又抽水在院子裡沖涼 還有這個 那個等一下還沒講到啊 所以那時候洗澡很不方便 那是以前的貓咪 對等一下喔 你有沒有想像一下 你在外面洗澡會很冷 那時候 對呀 那這個是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烘衣機 剛剛講的洗衣機 這是烘衣機 六十年前滾筒式烘肝肌出現 以前那衣物只能掛在浴室 花園或陽台的繩子上晾乾 要是遇到雨天或冬天 就得等上很長一段時間 才能把衣物晾乾了 所以當時很麻煩 你看好不容易才晾乾 然後又下雨了 然後有時候還見到一些泥土啊 或是泥巴又髒了 那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貓 貓沙 就是貓大便的地方 以前貓咪是怎麼 牠才吃衛生紙 怎麼養貓咪的 對啊 六十年前在屋裡養貓 讓貓咪在屋裡面生寶寶 門兒都沒有 寵物必須待在門外 喔 現在的話貓咪可以住在家裡 然後有貓傷 啊以前的話 會把牠傳染病吧 我在想 所以貓咪都會必須在外面 室外生活 然後這是廚藏室 現在廚藏室很整齊啊 有很多隔間 啊以前呢 裡面有很多的工具 有沒有發現 瓶瓶罐罐一大堆 還有拖把 掃把 五十年前 以前呢 你只需要一個水桶 一把刷子 一塊抹布 和幾塊肥皂 就能打掃房間 如今這些東西已經被吸塵器 海綿拖把 橡膠刷子 以及清潔不同表面的專用清潔劑所取代 現在這個清潔劑分得好細喔 其實最簡單就是小蘇打和醋啊 就可以清潔很多東西 好 再來看看下面這裡 在刷牙的是爸爸吧 我在想 當時是怎麼刷牙的呢 那好像才是爸爸 喔真的喔 那另外一個男人 怎麼那麼像 五千五百年前 咀嚼棒是牙刷的祖先 人們咀嚼這種小棒子清潔牙齒 直到頂端磨損為止 咀嚼棒呢 雖然能幫助人們 刮掉牙齒上的殘渣 但有時也會刮掉牙齒上面的髮狼子 所以那時候不是刷牙 好最後一個敷面膜旁邊這個 是什麼 洗手台 對 裡面還有一隻小鴨鴨 我們看看以前的洗手台是什麼樣子 這應該是爺爺吧 我覺得不一定欸 他是全身都是刮虎泡 整個頭上都是刮虎泡啊 他可能要剃頭髮或是刮鬍子 120年前 家裡裝上水管以前 人們只能把大大的臉盆 砍在臉盆架子上 以代替 帶水龍頭的洗臉池 所以那時候是沒有 所謂的自來水的 以前都是去外面打水 倒到這個盆子裡面 然後在那邊洗 然後洗完之後再拿出去倒掉 很麻煩 好 接下來是下一個地方 喔 你最喜歡的兒童房 小朋友的房間 要從哪裡 我想要 我想要這樣子蓋個 棉被房 可是 可是 可是在美國我都不行 可以啊 我們會去再蓋啊 我們來看一下 Yesterday and Today的兒童房 欸你的臥序是小小冒險家 或小公主的樂園嗎 它是你曾經夢想的那種房間嗎 快用這副窗帽望眼鏡 看看沒有電腦 我的是 我有很多玩具 對啊沒有電腦沒有網路 也沒有電的年代 兒童房是什麼樣子吧 那請問阿格尼斯他藏在哪裡 這個 你找到阿格尼斯 阿格尼斯在窗外 喔在窗外 他會摔血了呀 不會吧 他在屋頂上會摔血 有可能 那我們先看這裡 這是一個小水盆在玩那個遙控船 以前有遙控船嗎 五十年前沒有遙控器時 要怎麼樣才能讓玩具船動起來呢 你得用力把他們推過水面 然後生氣一口氣 然後將他們吹出去 用人力的方式 好然後這是衣櫃吧 裡面採用的一些玩具和衣服 五百年前很長一段時間裡 人們的衣物都存放在長箱子裡 當箱子疊著箱子高的不能再高時 人們就在箱子正面開出一道門 將它做成了衣櫃 所以這是早期的衣櫃 咦 怎麼那麼髒阿 這也好有蜘蛛阿 對啊我們先講完下面 我們先講完下面這個就上去 因為我怕忘記阿 這個是什麼 他們在吃什麼 棒棒糖嗎 好像是耶 喔還是衣服打扮 所以在講服裝 一百五十年前很難從穿著上 看出一個男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 那時的男孩也是一頭捲髮 打著蝴蝶結 穿著戴蕾絲畫變成長裙 所以哪一個是男的 分不出來阿對不對 喔你覺得這個是嗎 可是他穿裙子耶 所以現在的話打扮比較中型 以前都是穿這種裙子的 這樣子的 對啊現在都是穿褲子 護裝 好你說要講這個對不對 嬰兒的小床 喔好上面還有那種 催眠的小玩具 一百年前 堅固的嬰兒床 漸漸取代了柳條框和搖籃 這種床也可以搖晃 幫助嬰兒入睡 這種床就是小小的那種搖籃 有點像搖椅這樣 很可愛 喔好可愛喔 他的包巾超可愛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鬧鐘 以前有鬧鐘嗎 鈴 超大聲的 四百五十年前 對所有愛睡懶教的人來說 鬧鐘的發明絕對是一場災難 以前他們睡過頭了 還可以那個怪 最迷糊的攻擊 以前都是靠攻擊 狗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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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靠鬧鐘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一頁 這一半邊的話 有燈 以前有燈嗎 有台燈嗎 沒有喔 一百年前通電以前 人們用石蠟燈 或者是煤油燈來照明 所以要放煤油 才會有燈光 或是更早以前還是用蠟燈 你看 他吹了好燈 害他掉下去了 對啊 他嚇到了 好 那繼續看這裡是什麼 他在玩芭比娃娃欸 那時候芭比娃娃嗎 75年前孩子們的玩具 都是用木頭紙張布和陶瓷製成的 雖然和今天那些芭比洋娃娃 跳舞的洋娃娃 女醫生娃娃 以及搖滾明星娃娃相比 要普通很多 但孩子們從中得到的樂趣 絲毫也沒有減少喔 那時候的娃娃很漂亮 可以換衣服 陶瓷的 很高級 現在的話那種反而很貴 好 再來看看電腦的部分 以前有電腦嗎 不可能吧 以前是什麼 25年前網路出現以前 查資料是一件費時又費力的事 要查任何資料都得翻閱各種書籍報紙和雜誌 有時候你還得借助收音機呢 所以那時候是不可能有網路的 你找資料都要去圖書館借很多的書 然後或是報紙雜誌來看 好 都講完了嗎 好像還有一兩個 這邊有沒有講到 吸塵器還沒講到 嘿打開 喔 一百年前 你有沒有被 你有沒有因 有沒有過因為房間太髒而被爸爸媽媽責罵 有了真空吸塵器 真是件值得高興的事 真空吸塵器出現以前呢 要想清潔地毯就得將地毯捲起來搬到屋外 掛到台架上再拍打掉上面的灰塵 所以當時地毯都很髒很噁心 你知道這地毯就算你有用吸塵器吸過 還是很多灰塵 那更不用想當時是用拍打的方式 應該更髒 好啦 我們都講了對不對 兒童房 都講完了 還蠻有趣的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嗎 哪裡還有 後面喔 後面還有好繼續看 接下來我們來到車庫 我要看車子 車庫 我要看車子 好 我先看一下他要叫我們做什麼 Yesterday and Today的車庫 爸爸和爺爺最喜歡 我找到X庫 喔他要躲在那裡 爸爸和爺爺最喜歡躲進車庫了 你可以在那裡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快用這副雙頭望眼睛看看過去的巨子 汽車 鑽子和門鎖是什麼樣的吧 我要看 阿格尼斯在這裡 他變成籃球了 我要看這個 當時的汽車 欸現在的汽車看起來很方便 阿以前的汽車是那種很復古的 一百年前 早期的汽車看起來很像馬車 既沒有今天的汽車快 還有很多功能無法實現 那時的汽車沒裝空調 儀錶板也無法顯示車速或油量 很慢 但當時的汽車非常罕見 所以每次停車都會有很多好奇的微光 很慢可是很稀有 大家都會想要喔 你看 這邊翻頁對不對 大家都停下來看那台汽車 很高級的感覺 很沒看過汽車阿 現在到處都是 然後 這是現在的那個 算什麼 巨子嗎 電鋸 以前呢 65年前電鋸出現以前 人們常用橫距伐木 這種工作呢 往往需要兩個人一起合作 因為那麼老累的工作 一個人吃不消 你看這樣 嘎吱嘎吱嘎吱 一直鋸木頭 好 來到另外一邊 哪一個 這個 這一頁嗎 隨便一個嗎 這一個是不是 好 這是鎖 電子鎖耶 以前當然沒有電子鎖 以前是怎麼樣 35年前以前的鑰匙鎖 鏈條門栓和各種安全裝置 正逐漸被電子安全系統取代 今天呢 我們還可以選擇指紋 甚至紅膜識別技術 來代替門鎖 就是可以看眼球裡面的紅膜 然後它就會自動打開 最早其實都是用這種鐵鏈 還有大鎖 很不方便 好 還有哪一個 這裡 喔 這是什麼 燈嗎 燈具 165年前 火苗若靠近了汽油 就可能釀成大禍耶 會失火 幸運的是 電力照明已經取代沒有防護的火把 這樣就安全多 以前是火把 很容易就失火啦 現在就是一般的這種電燈 要消防隊 消防隊會來喔 再來這是什麼 鑽孔機 以前應該沒有消防員吧 有啊 當然也有啊 只是變火的方式不同 110年前 沒有穿那些防火的東西 可能沒有這麼棒的防火裝備 好 110年前 用一把形狀怪異的老式手搖鑽 鑽東西 是件相當辛苦的事 用電鑽就輕鬆的多 今天停電或是空間狹窄時 人們還是會用手搖鑽喔 因為這個還是方便啦 就沒有電的時候 這個還是你的第一個選擇 不然先 如果有電力來的話 就是用電鑽 所以這就是車庫的部分 欸都講完了耶 這裡面真的好多翻頁 所以你喜歡這本書嗎 我喜歡 喜歡喔 現在幾點鐘 現在很晚了 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本書 還蠻有趣的 就是趣味歷史翻翻書系列的 Yesterday and Today 以前的家庭原來是這樣 我有幫你買第一集耶 我們等到回到美國再來看吧 看看以前跟現在 有什麼不一樣 這也很棒 這也很棒 對